上回书咱们说到 江达江本出大徒弟胡林 来到了花家寨 家人望里通病啊 袁伟爷 胡林老义时求见 哎哟 前辈来了 这花唇这么一听 得了爹 这是我师哥 您的晚辈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 我可不能占这便宜 得嘞 咱们今儿俩出去迎接吧 到了外边 胡林看见花四把了 赶紧上前十里 胡林 拜见前辈 哎哟 不成不成 您是前辈 您可是前辈 花唇这么一瞧 俩人都是前辈 这也不能拉平啊 他是我师哥呀 您是我爹呀 不成 岁数再大 他是我师哥 他也不能迈过我去 花唇过去了 哥哥 我给您行礼了 胡大把呀 非要给花四把请安 花四把是真不敢当啊 请 下了个请子 爷儿俩陪着胡大把 来到客厅落座 家人献茶 胡大把喝完茶 把茶碗一放 花四把赶紧让厨房 准备酒饭 这花四把呢 不敢说话 怎么张嘴管人叫什么呀 花唇伎俩 大师兄 您这从哪来呀 哎呦 可把我忙坏咯 到了一趟江西 又到了一趟山东 又回了一趟山西 嘿 我呀 竟走到了 这回受的泪太大了 这么大岁数 这些年老没出门了 出门之后啊 还真得想点家呀 心里惦惦的呀 我呀 有点急事 在这坐会儿 吃完饭 我得马上就走 大师兄 您干嘛去 您在这儿住两天 不成 特别急的事 将来你能知道 摆上饭了 把饭吃完了 花四把挺客气 前辈 还是在这儿住几天吧 您可不能这么叫啊 花唇是我的师弟 我太忙 有功夫呢 再上您这儿住着来 我得跟您告辞了 那就往外送吧 到了门口了 花唇就跟花四把说 爹 您回去 我送我师哥 这哥俩呢 溜溜答答往外走 走了一段路了 这胡大把 刚要让花唇回去 突然间往前面一看 嗯 他也拉这花唇 花唇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跟他进了前面这树林子了 胡大把用手往外边一指 你瞧 嗯 大师兄 这人是谁呀 你不认识 我告诉你 你别瞧这么大岁数的和尚 他可是你的师侄啊 哎呦 我这师侄 也六十多快七十了吧 可不是吗 他确实六十多了 快七十了 我告诉你 他是观迪庙的主持 现在青云山青云长老 宝静禅师的徒弟 水底金臣陛霞僧 哟 他就是陛霞僧啊 哎 真像蛤蟆 绿蛤蟆 哎 师弟啊 虽然他是你的师侄 你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您瞧 大师兄 这不是背着他呢吗 见了面 我也得尊敬人家 哎 大师兄 您瞧他挑着挑往前走 他那手指头怎么这么凑 跟胡萝卜似的 啊 他不在庙里 他干什么去 嘿 提起他这手了呀 我就猜着了 他呀 不在庙里待着 肯定是找他师父去 他问问他师父 他这手指头啊 还有办法没有 不然的话 他这手啊 可就得废了 怎么了 他这手怎么了 他师父有办法吗 嘿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他这手啊 练功练岔了 别人给他出的主意 手 就解这鱼镖 牛皮疙瘩呀 他这手都粘在一块了 跟胡萝卜似的当中间一层厚茜 他都不好封开了 我告诉你 有办法治 每天早晨中午 让他熬豆浆 把这豆浆熬完了之后 把这手啊 泡到里边 他不知道什么叫糖 泡声半个多 时辰拿出来 这样呢 再用热豆腐贴 时间长了 他这手就能软了 起这么一层厚茧呢 把这厚茧一拖 就能复旧如初 嘿 不但守好了 应找力的功夫还在 就成了 哦 您怎么知道啊 我瞧人知过 也是练功夫练错了 那您既然知道 您干嘛不告诉他信啊 我也是后来听说的 我听说呀 他有个对敌仇人 是陆林道上的贼 拖了一个人 这人本事挺高 可是这人呢 想着这贼 给他出这么一主意 我想告诉他去 不是没功夫吗 那您去过去呀 告诉他去呀 你瞧 咱们现在不能出去 你往外看 狐林往外瞧 花唇也往外瞧 这个时候 陛霞生呢 就走到了黄土坡了 前边啊 两个男人 实际上呢 就是建山蓬莱岛 元帅 谭天谭棍林的妹妹 还有丫鬟春桃 但是是男人打扮 胡大把看出来了 这两个男人 是女扮男装 花唇瞧着 大师兄 怎么了 你往前看 花唇再往前面一看 花唇也愣了 前边正是麻面 分水鳖 菜虎 在这拦这两个人 你瞧着啊 咱们看看 陛霞生怎么办 就瞧紧 陛霞生 把这挑子一放 迎上去 没两下 就把这麻面 分水鳖 菜虎 拿手给他戳死了 胡大把这乐呀 老兄弟 看见没有啊 啊 怎么样啊 这手 功夫可不错呀 嘿 哥俩这说着 就瞧见陛霞生 把菜虎的死尸 拉到这坟头这 刨了坑 就埋到这坟头底下了 花唇一乐 哎 和尚 你敢瞧见人命 哎呦 你喊什么呀 胡大把再想 拦话一人出去了 来不及了 可这句话呀 可把陛霞生吓坏了 撒腿就跑啊 挑这挑 叉叉叉叉叉 跑的这块 师弟呀 你瞧 你把你失职 吓得这样 我呀 又及时我得走 等我办完了事 我再找陛霞生去 把掷守的方法 告诉他 啊 咱们哥俩 也就得分手了 大师兄 您前途保重 好吧 有功夫 我再来看你 哥俩分手了 胡大把走了 花唇一想 这个陛霞生到底上哪去呀 我没事 我跟着他 有机会 我告诉告诉他 让他怎么治这手 谁让我是个师叔呢 这样花唇在后边跟着 就走到河边了 陛霞生在这看着小孩摸鱼 他躺下睡着了 花唇生气了 花唇心说 谁让你四叔大 你是我师职 你可是练家子 练家子跑到这睡觉 万一你的仇人来了 要给你一刀 你都不知道啊 所以花唇 就趁着小孩下水扎猛子的时候 他就把小孩捞的鱼 给偷过来 一先避瞎上的框盖 就把这鱼 放在底下的框里了 他转到树后的 他瞧着 一会儿的工夫 那小孩上来了 鱼没了 他没看就一和尚在这睡觉的 这小孩当然得叫 和尚 你干嘛偷摸鱼 花唇要细耍毕霞僧 所以拿毕霞僧开个心 就罚了毕霞僧十两银子 赔给这些孩子 这框里确实有鱼 老河上一海扫 把鱼倒了 沙腿就跑 花子鱼腿多快啊 他先往前走 知道毕霞僧必然经过这地方 他就先给这饭馆钱 让一个伙计在门口等着 然后呢 他又到百渡口 给毕霞僧过了条船 说好了 把钱也给了 他呢 就到了磐石岛了 所以毕霞僧顺着花唇的摆 弄一步一步往前走 饭馆吃完饭 到这百渡口上了船 而且到了磐石岛 就让磐石岛的贼给捉住了 花唇 找到了一条唇 有打磐石岛旁边贴了案 他上岸了 花唇心说 蔡方韩成啊 你把我尸职给捉住了 胆子可不小啊 我看看你们怎么办 花唇上了房了 他有打房上望下看 蔡方韩成要杀这和尚 这时候韩成拿手一笔划 哥哥 日子可开到了 这时候要来 您说怎么办 他说的就是花唇茶山啊 花唇心说行啊 还真触我一头 我看这大寨主怎么办 蔡方望下传话了 是啊 要茶山怎么办呢 赶紧把他先压起来 查完山再杀 花唇心说杀我侄子 那我哪干呢 花唇就眼瞧着 楼楼兵把陛侠和尚 押到土牢 缩上门了 这些楼楼兵全走了 等了一会儿 花唇才来呀 拿出了十三太保的钥匙 把锁头捅开了 进了屋 一看陛侠这睡觉呢 他就转到陛侠的身背后 诚心吹气吹他的脖子 所以跟陛侠圣 爷儿俩才见面呢 你叫我师叔 我不叫 不叫给你看样东西 他把师父给的路脚双棒一亮 叫不叫 哎呦叫 师叔 我给您磕头 我这绑着 没法磕 您教教我吧 这样呢 把绑上给松了 陛侠上珍贵的磕头 陛侠 叩见师叔 行了 起来起来吧 啊 把陛侠掺起来 花唇才把事情说清楚了 然后 把路脚棒放在包袱里 包袱皮包好了 往身上一围 我说 陛侠呀 你损失什么东西没有 哎 我损失的东西可多了 师叔 我那磕里头 有四百多两银子呢 嘿嘿 花唇熙说 你蒙谁呀 我把你这俩磕都摸到了 夹在一块 你就三十多两银子呀 哦 现在我把你救了 你也知道我是你师叔 我有本事 你告诉我四百多两 额我呀 就因为我 罚了你十两银子 给这几个小孩分了 行 我问题 还有什么东西啊 有经卷 一搏戒谍 那都值不了几个字 还有一把刀 行 我都给你补上 师叔啊 咱们爷们 可让这贼给欺负苦了 他们把我捉住 掉在翻板里头 他们还要杀我呀 您既然是我师叔 您得给我做脸呢 给我把脸找回来呀 嘿 这陛下僧有主意 我不能白叫你师叔 你得给我出去 得把脸给我找回来 花唇新手 这老和尚 你把脸丢了 让我给你忘回找 这是我知道 磐石岛这俩人 有多大本事 我能给你忘回找脸 如果我要 没跟人见过面 不知道山中的强盗 有多大本事 我怎么找啊 行 我给你往回找脸 他得赔我东西 行 你跟我上前厅去 啊 我让你看看 开开眼 瞧这山中的两个强盗 看见师叔我了 他们是什么劲头 毕霞僧心 说孩儿啊 你就吹吧 你才二十郎当岁了 我就不信 师叔啊 我跟你一块去 走 这爷儿俩 一前一后 有大土牢 出来奔大厅 大厅外头 有不少 罗罗兵着站岗呢 瞧见花唇了 心说可坏了 赶紧进大厅就磕头 快出去瞧瞧去吧 二位债主爷 少见客爷来了 这个上里边磕头去 外边的穿 全给花唇跪下了 百见少见客爷 百见少见客爷 起来 采放寒城呢 叫他们出来 嘿 陛下送信说 我这能耐可不小啊 这两个山中的强盗 见得我这么横 怎么看到我这小师叔 这当兵的全跪下了 这时候采放寒城 赶紧跑出来了 本来正商量那件事呢 没想到花唇来了 两人吓坏了 两人吓坏了 心说幸亏没杀这和尚 这要赶上杀和尚 这位少见客爷到了 我们俩人脑子在搬家呀 多麻烦呢 两个人蹦出来了 刚要上前十里 一条和尚在这少见客 花唇旁边站着 两个人只能上前拜见 少见客采放寒城 拜见 啊 这花唇呢 应该用手一扶 免得吧 他不说这句话 这两人在这拜见 四磕不磕 四跪不跪 两人在这 冒着腰 花唇不说话 瞧瞧自个儿的侄子 那意思 啥侄子 啥老爷们 你瞧瞧 他一不发话呢 这两人一想 本来十个大理就可以了 他不发话 跪地下吧 顺着地跪地下 直磕头 花唇才说话 起来起来吧 这是我师侄 水底金蝉陛侠 上前见过 采放寒城 只能假装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过了十里吧 大师父 我们两个人 拜见大师父 拜见就行了 陛下丧横生 这俩一看 只能是 上前说好的吧 肯定是 这位少见可爷 都知道了 得嘞 大师父 您跟少见可爷 有交情 您怎么不说一声 我们得罪了 您还请您原谅 弥陀佛 起来吧 起来吧 俩别办法 只能把这爷俩 让进大厅 落了座 采放寒城 也做好了 花唇把脸 往下一沉 采放 我跟我爹来过 跟你们有约法 不准你们在 七十里地之内 作案 没想到 你们今天 在水面上 结了我的失职 还要杀他 你们敢欺负他 这可不成 这小孩 说没 道书 二抹 圆征 怒戎满面 采放寒城 害怕呀 赶紧就站起来了 坐下说 哎呦 少侠可爷 您可不知道 您的失职 把我儿子杀了 父子知情 父子怜心呢 我能不给我儿子 报仇吗 啊 现在 我们知道 这位大师傅 是您失职了 得了 冲您的面子 啊 这事过去就过去了 您说怎么办 我们听您的 认打认罚 这打认打认罚的 这玩意儿 我们听听您 怎么个认打 怎么个认罚 认打呀 你们两个人 到大厅前 我亮出路脚棒来 给你们哥俩 脑袋上 一人一棒 哎呦 那么脑袋都碎了 得了你们认罚吧 认罚好办 我问问我的失职 陛侠呀 你把你的损失 都说出来 让他们赔 好啊 哎 先把那条船赔了吧 我花钱雇的船 花春心说是你花钱雇的 那是我花钱雇的 说 我花钱雇的船 他们把人船地给遭漏了 啊 人家船家指着船吃饭呢 先得赔船家一条船 采放 听见没有 我失职说了 先赔船 一定赔一定赔 我们立刻派楼楼兵去找 找得着 这船家呀 不在水面上 在渡口这 也准能找得着他 好吧 陛侠 你有什么损失 说 这船上啊 还有我的衣钵 有我的戒笛 还有几本金卷 我那筐里头 还有点银子 采放韩成心说要讹我们 你说多少 我们就得给多少 我们也不能博呀 花春会说话 陛侠 你到底有多少银子 掉到水里去了 嘿 花春这么一说 这老和尚心说 我这小士叔真聪明啊 我要说多了 他们说船上没有 说掉河里去了 水里头 你还摸去呀 大概有这么三百五六十两吧 还有一口刀 这陛侠这么说 花春两只眼瞪着 这二位只好认赔吧 行行行 我们赔 赶紧派人取了三百五十两银子 到后边找了一把戒刀 这口戒刀还真不错 您想想 这山中的贼 竟截到 截了的东西 他们就留下 那找口戒刀 还找不着吗 陛侠僧一看 这口戒刀还真不错 这二位赶紧请和尚沐浴 把僧袍那衣都脱了 僧鞋僧瓦全都脱了 给洗干净晒干了 等和尚沐浴 等和尚洗完澡了 重新换好了僧衣 在分金居大厅这坐下了 采访寒城 这才站起来 少剑客爷 您看 我们还应该怎么做 行了 我们走了 送少剑客爷 这两个人忍着肚子疼啊 就把这爷俩送出了山口 送到岸边 让楼楼兵划着船 把这爷俩就请到船上了 爷俩坐着船 到了对岸 下来了 花唇就跟和尚说 陛侠呀 什么时候了 跟我回家吧 上往那住几天去 不成 我不去 我还有事找我师父呢 听说你师父 在青云山青云寺 那么远你干嘛去 哎呦 我得找我师父 给我治治手啊 别去了 我给你治 什么 老和尚真不相信 小花唇给陛侠僧治手 下回再说